马路如虎口,最黑箱温泉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事故 50岁灵性男子开着小货车行进温泉路和北六路口 不小心和客运专车发生车祸,小货车被撞翻 灵性驾驶身上肩膀及脸上有多处遭玻璃割伤 而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和系女子当场没有呼吸心跳 经送医急救出后依然是伤重不知 瑞士温泉路与北六路口一辆北上行驶的小货车 与东西向行驶的客运专车发生了车祸事故 小货车车上两人分别受到了轻重伤 而整个过程也被路口监视器给拍了下来 瑞士九亿大县现场发现小花台车倒落 然后车内有一名女性患者 然后以无呼吸心跳 索性客运车上仅有10级1人 而被客运撞翻的小货车 50岁的灵性驾驶肩膀受到撞击 脸部也被玻璃割伤 而坐在副驾驶座旁的和系女乘客 当场没了呼吸心跳 经送医急救 因伤势严重最后伤重不治 细花脸客院 专车与自小货车 与该处发生碰撞事故 造成自小货车驾驶 及乘客伤势严重 救护人员到场后 立即将伤者送往玉璃慈激医院 及玉璃荣民医院急救 经查 造势双方驾驶人均有合格驾照 花脸客运驾驶人 无酒驾请示 自小货车驾驶人 出血检验中 正进一步调查 厘清事故原因及责任归属的警方 也再次呼吁民众 开车行进路口 应注意减速慢行 以维护行车安全 记者是玉璃瑞瑞采访报道